如今内遇的女明星好像都进入了一种死磕第一美人的怪圈 明明颜值一般还非要尬眼天下第一美人 简直叫人无语凝焉 这里是瞎谈与子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那些颜值不够 还要应演第一美人的女星吧 去年关小彤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胆直言自己想再拍一句情感都市剧 人设就是每天穿得很时尚的大美女 此话一出她又被吵了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她目前的状态撑不起大美女角色 甚至还有人列出了关小彤之前屡战屡败的记录 试图用过往的教训劝住她 还记得在当年的《凤球皇》中 关小彤硬是把原本号称皇族第一美人的刘楚玉 演成了顶着缝纫机头的瞪眼达人 我就是这般女子更扯 前期剧组一直吹浮话道多么良心 甚至还专门出了一版制作特辑 让大家期待大业第一贵女 结果等到播出的时候 五颜六色的服装是换了挺多 但过于现代化的发型和妆容却实在令人出戏 欧阳娜娜也称不起大美女角色 9月份的时候 欧阳娜娜和徐正希主演的新剧《永安梦》开机 据悉此剧改编自小说《长安第一美人》 顾名思义 欧阳娜娜就在剧中扮演长安第一美人沈真 原著中对沈真容貌的描述是这样的 只要她奄然一笑 这个世界上大多男儿都为她沉沦 为她倾倒 显然欧阳娜娜距离小说的描写相差太多 从路透图来看 欧阳娜娜身形圆润 脸上胖嘟嘟的 缺乏古装美人的灵气 而且妆化太普通了 别说是第一美人了 就是美人二字都有些勉强 看到这组路透图 网友们纷纷吐槽 欧阳娜娜没有第一美人的感觉 反倒有点像丫鬟 事实上这并不是欧阳娜娜第一次演第一美人了 早在《大主宰》里面 她就因为演第一美人遭到了群嘲 没想到她还不吸取教训 坦白讲 欧阳娜娜的五官不算精致 经不起细看 鼻头太顿 侧面很虐 轮廓线不清晰 并不适合古装 还是比较适合可爱的风格 同样因古装扮相被嘲的还有周冬雨 仙侠剧千古绝成字定档之后 争议就没停止过 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 绝世美女尚古一绝竟然由周冬雨出演 在《千古绝成》的原书中 作者曾这样形容尚古 浊浊浦玉 金氏芳华 都不足以形容来人半点风姿 另外尚古的气势也是不同寻常 这厚持上神身上 甚至有种划破时间苍穹的古朴之感 就似远古中走出一般 众所周知 周冬雨的长相并不惊艳 五官也不是非常立体 甚至会让人感到些许寡淡 并且周冬雨的身形也非常瘦小 即使造型师已经很努力地把浮化到 往仙气飘飘靠拢 但周冬雨还是没能驾驭住 穿上古装后就是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以往的仙侠美女飞行 仙气飘飘宛若惊鸿 怎一个美滋了得 但到了周冬雨这 身材小巧的她宛若小级飞行 全然没有作者底下上古的半分仙气 毫不夸张地说 把周冬雨和张嘉宁饰演的女儿放在一起 她明显更像一个丫鬟 其实周冬雨在早些年的采访中坦露过 自己不会演绝世美人的角色 当时这个表态可谓是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称赞 像她这样清醒且自我认知强的演员 在同年龄段的演员里实属一股清流了 但谁能想到这才过去四年 周冬雨就把这番话抛出脑后了 要说起演古装剧被黑 陈妍希也是有发言权的 从国民初恋到最丑小龙女 只需要一部神雕侠侣 2014年由陈晓陈妍希合作拍摄的 新版《神雕侠侣》播出后 陈妍希火速冲上了热搜 当然这次的热搜词条 不是国民初恋在线经典 而是小龙女变小龙包 金雍先生笔下的小龙女是这样的 除一头黑发之外 全身雪白 面容秀美绝俗 肌肤间少了血色 周身犹如笼罩着一层青烟薄雾 似真似幻 是非尘世中人 而陈妍希是很标准的圆脸 面部比较柔和 小龙女的清冷感 她自然是没有的 除了人设不适配之外 剧中的妆造也是一塌糊涂 陈妍希的小龙女造型像是头上插了两个鸡腿 并且这样的造型 更是将陈妍希的圆脸全部暴露在大屏幕上 愣是把一个灵气逼人的小龙女 改造成了行走的肉包子 剧集播出后 有网友调款称 李若同版本的小龙女是真评 刘亦菲版本的小龙女是高防 而陈妍希版本的小龙女是特价 说起来 袁珊珊是第一美人的常见扮演者 在《山河恋美人无泪》里面 她扮演所谓的满猛第一美人大玉儿 该剧播出后 袁珊珊的香肠嘴和圆脸都受到了吐槽 还有观众表示 袁珊珊身边的宫女都比袁珊珊好看 在《王的女人》中 袁珊珊又扮演于妙哥 这个人物原形是鱼姬 可以说无论是扮相还是气质 她都差点意思 唐一星的脸是好看的 一张娃娃脸 演个活泼小美女 是完全没问题的 选对了角色也能做到艳丽逼人 比如《甄嬛传》里的奇贵人 但是若让她演女主 还是令时都承认的第一美女 那观众也只能说一句抱歉了 在电视剧《独步天下》中 唐一星扮演女真第一美人东哥 有着可行天下 渴望天下的预言 可是剧中唐一星的扮相并不惊艳 那宛如米老鼠般的发型 更是让她显得呆呆的 而且这部剧的服装也比较一般 综合来说 她实在是称不起万人民大美女的设定 自《言喜攻略》爆红之后 在剧中饰演魏英洛的吴景岩 也瞬间活了起来 趁着热度 她立马接下了《浩兰传》中的召集一绝 这是一个美到天下大乱的女子 男人看了一见清新 女人见了嫉妒 可惜吴景岩的长相并没什么说服力 她太瘦 脸小 眼睛大的夸张 五官又过于集中 被不少网友吐槽 像琴娃娃 但这并不影响吴景岩的自信 在演爵士美女这条道路上 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浩兰传之后 吴景岩又在招歌中扮演 祸国妖妃打击 不少网友吐槽 这张清新寡淡脸 确定能让昼王沉迷温柔香 好在这部剧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 至今不能上映 要不然估计又是一出辣眼睛的神作 凭借小欢喜中的 讨喜人设和及格的演技 李更西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感 然而到了雪中汉刀行里面 她就给了观众一记重击 剧中李更西饰演的王国公主姜妮 姜妮的颜值在原著中是胭脂榜第三 可李更西的颜值完全撑不起来 她的古装扮相很像丫鬟 甚至还没丫鬟好看 更没啥记忆点 除了颜值不达标之外 她的演技也很拉滑 把王国公主演得像高中生 客观来说李更西的长相偏苦 适合演现实题材 比如大考就很不错 只要别演爵士美人就行了 不久前 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 与风行开机 两位主演没啥问题 配角烂木杨子争议倒是颇多 据悉烂木杨子在剧里 饰演天界第一美人幽兰 看到烂木杨子出演这个角色后 评论区一片抵制 有人直接表示气聚不看了 实话实说 烂木杨子的颜值过于普通 她适合走搞笑路线 演个喜剧还可以 但古偶真的驾驭不了 之前她主演的我叫刘金凤 就一言难尽 毫无古风气质 说完了这些应演美人的女星 再来说说那些让人一眼万年的女星 《楚桥传》中的李庆可以说是 千秋无角色 岳目是佳人 倾国倾城茂 仅为天人 剧中李庆饰演的寒香剑的原型是香妃 是个来自新玉的角色大美女 而李庆也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号 在掀开面上的那一刹那 她那股清冷孤傲的劲儿 把不少观众都看呆了 在《楚桥传》里 李庆的古装造型也很出圈 将一个可怜可悲的公主形象 刻画得丝丝入骨 前面说到香妃 试问哪个8090后的童年 没有被《环珠格格》中的香妃惊艳过呢 同样是香妃 李庆饰演的寒香剑出场是冷傲 而刘丹饰演的寒香艺出场 便是彩蝶飞舞 一双秋波荡漾的杏妍 柳叶细眉 还有偏远的脸盘 大气温婉 不少人小时候都为香妃和蒙丹 至死不渝的爱情哭得洗礼花了 可惜的是 刘丹在2000年意外去世 虽然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 但是她至今仍是不少观众心目中的最美相飞 要说古装扮相最美的女星 那刘丹飞必定榜上有名 2003年刘丹飞一袭白衣出场 惊艳众人 她那清新淡雅的长相 看似柔弱 却内心坚韧 简直把金勇底下的女子刻画得细致入微 让人很难不爱 可以说刘丹飞的每一次出场 都美到涉人心魄 最后再来说说文永山 在《九州海上沐云记》中 文永山的亮相 可以毫不夸张地用一眼万年来形容 飘逸的秀发 深藏秋海的眼神极为惊艳 在电影《乌杀2》中 文永山又以素颜出镜 凌乱的发丝 泛着油光的皮肤 将被命运压垮的形象刻画得很完美 这部电影也让更多观众认识到了全新的她 总的来说 演爵士美女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稍有不慎便容易口碑崩塌 所以选爵需谨慎 颜值不够 气质不足的女演员们 千万别乱尝试美女角色 小米家们 你们知道娱乐圈还有哪些颜值不够 还要应演第一美人的明星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